创立于民国七十三年的海兰画会 是由一群东港地区爱好艺文工作者所组成 成立目的是彼此切磋画意 协助地方办理媒展 创立以来每位会员怀抱热情持续创作 已举办过十九次会员展 而今年以梦乡意境为主题的第二十届会员连展 县镇与文化处101画廊展出 那这次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他们到我们屏东来做 这一个梦乡意境的展览 那最主要从老师们的一个创作当中都可以看出来 有很多我们的一个会员 他其实透过这样的一年的一个创作 那彼此之间除了在平常的艺文的一个推广教育之外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连展 可以把他们一年来的一个艺术创作的成果 跟会员当中来彼此做一个交流 梦乡意境共展出97件作品 有许多会员用画笔记录东港在地景色 宗教活动以及物产特色 传达爱乡情怀 也希望透过作品吸引更多人来认识东港 那从整个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它是在包括我们在平南的一些景象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比如说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我们东港的一个东农工 那另外还有现在整个是在我们乌语的产季 那有的老师 尤其是我们郑碧州郑教授 他有透过这样的乌语产季的一个意象 还有包括连结包括用那个整个月亮的一个形态 代表一个丰收的一个意象 那我想说他们每一个人都透过他们的一个创作来说故事 把他们的一个创作意涵表现 他们的创作作品上面 无论是豪放粗犷的画风或雅致细腻的格调 缅张作品都是海岚画会会员热爱乡土的淋漓之作 画会期盼透过这次画展 能提升地方艺术风气 同时美化生活环境与丰富社会大众的心灵 展期至2月1日 邀请各界爱好艺文人士前来交流分享 评论新闻张如一刘建荣采访报道